暴改老闆是一种什么体验 手艺人大会二手轮还沉重 作为打工人的景区化妆师 上节目直接暴改老闆 我们是我们老闆 他是个全素人 老闆的鼻孔好有气 而改造后的老闆则是长这个样子的 OK 原来在网络上看到的暴改的感觉是这种感觉 你开心吗 开心啊 然而导师孟佳还是直接点出 其实你们俩化完这样暴改妆的时候 你们俩长得很像 是一种风格 但是我不知道 我会觉得游泳猪猪猪的 他还是清楚的问题 而他因此惨到淘汰 而能够成功晋级的化妆师则是不得了 这位给自己化妆的大肆在笑声 一出场就吓到再少导师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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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末步一掉下来的时候 就是他们定格在了原地 成为了一个非禁止画面 而如此小众的暴改风格 还是让导师们祝福 因此他成功晋级 而吓到导师的还不止一位 化妆师瞪天霸带来的模特完全不得了 而春男导师则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因为这个妆容非常漂亮很活 然而周杨青对此十分疑惑 但是真的没有这样子的 就是建模脸真的是会那么好看的 对 这个是我真意的一点 但最终在导师的力见下 他还是晋级下一轮 结果第二轮 选手们要对素人模特特大改造 但习惯为人偶化妆的他却拒绝了 所以你能理解这样的化妆师吗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